可是Hello Kiki 這個其實就是王美強 很好拍照 因為我心裡剛好拍在前面 這個就擋到 不過到時候我會拍空景 還來當做示意圖這樣子 Hello Kiki 他的毛巾啊也是用這種 給你這種有刺繡的 這是大魚巾 那大魚巾就是這三個角色 然後還有其他角色的名字 感謝大家訂閱本影片 讓我們像影片一樣 無限飆砂 製造無限可能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嗨 歡迎來到 維州生活旅行家頻道 你看我現在大的電梯多漂亮啊 我們今天是要來到 高雄和來飯店的Hello Kiki房 那我們出來囉 你看 哇 你看一出來就可以見到 電梯的門 全部都是Sundee 有主題所設計的那個圖示 那他總共有八個角色 所以他每個電梯的門啊 都是所有Sundee的角色 那大家可以鏡頭看一下 那每個門的角色 都是不一樣的 對 那再來就是他還有一個 迎賓的背板 可以供大家拍照 那只要凡是來入住的旅客 都會有一個貼心的服務的小管家 來服務你 那他也會協助幫你做這個 入住的時候 會幫你做拍照的動作 那今天啊 維州啊 就是住 呃 Hello Kitty主題房 那他的Hello Kitty主題房 有蛮多間的 那我們是住其中的一間 是走海軍風格的家庭室 他最多可以住到四個人 那我們去開箱吧 那我們這邊走 GO 那一進來 這就是飯店的長廊 就是說Hello Kitty房的 房間的門口 都在這裡的左右兩側 那我們房間到囉 就是隔壁這間 2607海軍風 那我們來嗶嗶囉 那大家有看一下 這個嗶嗶的房卡 很可愛吧 這個房卡 就把一間會給你兩張 那這個房卡呢 是可以帶回家的哦 就是免費 可以讓你帶回家做紀念這項 那我們來進來看一下 好可愛哦 Biam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進來就是這個Kitty的 海軍風格的圖示 海军帽子,还有衣服,还有他最有特色的大户这些街 那我们来继续进来看一下,他什么都呢? 一进来就有看到这个,这个颜色 独特的设计的壁纸哦,这个材质摸起来 有点像是那种有颗粒感的那种感觉 那还有再来就是衣橱衣柜 这衣柜也是海军的蓝色的风格 然后衣柜也是壁纸,每间房型的壁纸都不一样 那因为海军风,所以他也是走这种蓝白线条 那他会赠送这个手提袋 就是那种可以让每间房客都会有这个袋子可以赠送给你 那再来就是,还有这个洗衣袋 这洗衣袋也很可爱 我来看一下 这是洗衣袋的图案 还蛮好看的,我觉得还不错 这就是注意完 这个都是可以带回去的哦 一进来就是有基本配备 这是干湿分离,还有厕所,免治马桶的厕所 那他的毛巾也是用这种 给你这种有刺绣的 这是大浴巾,那大浴巾就是这三个角色 那还有其他角色的名 那这种小毛巾类 毛巾类就是这三个角色的图案 那再来是呢,插手巾 插手巾是扣豆米跟那个美论地的图案 对 那他赠送的贝品啊,毛巾目前是没有在赠送的 所以他只能我们用完就是还是要放回原地 那有送的贝品就是这些 羊膏夹刷书籽,这些都是有赠送的 他把盒装全部都是这种 PITTY的包装,那这都可以带回去的 那再来就是肥皂也是包装也是这个 哦,有点失真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盒洗的沐浴乳用具 这些也都是这四个是可以带回去的 对 那我们再去看其他还有什么东西呢 那一进来就是这种全面剂 那还要放这个水瓶 这个杯垫啊,杯垫 登登 杯垫这个也是可以带回去的 那再来就是他的矿泉水包装 是这种独地的这种 看来到饭店设计的这种矿泉水 他品质白质是月室的牌子 所以很可爱吧 你看八个角色都在上面 超可爱的 那再来就是后面还有这种 这样像船舵的那个 的设计风格 而且他这个摸起来的材质 真的是很好摸的壁子 就是很特殊的壁子 这样子 那我们再进来看吧 小威娜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台灯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台灯 你看 他这个台灯的设计 是用这种勒 就是那种那个航海上面的那个舵手的那个台灯的设计 我一住进来啊 我就真的很想问说他这个有在卖吗 可是目前是没有在贩售的 对啊这个台灯超好看的 很可惜 这种家庭房很大 那他一个特别 他就是他可以看到海景 你看到还有他有设计这种小阳台的空间 可以让你坐在上面喝喝咖啡 吃吃小点很放风 那路住的房客呢 他都会有赠送一组迎宾式的茶点 你如果一张床 一张床他就会给一组 那因为我们这次两张大床 所以他就会给两组 那大家去看一下迎宾茶点有哪些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登登 有看到吗 就是这两组的迎宾茶点 那其实他茶点 因为他有八个角色嘛 他八个角色 所以他会有八样东西 就是跟角色会有多少有关系牵连的 像这个 第一个这个不用讲了 这一定就是蛋黄哥 对 那还有就是像美乐蒂啦 或是说那个Kitty 喜欢的红苹果 还有淘气油的吃的香蕉 还有那个什么松子芯代表颜色 就是这样一粉一蓝 那他是用这种饮料去做那个呈现 对那可能美乐蒂啊 或是还有 还有还有一个角色 他们喜欢吃的蛋糕 哇哇 对 还有对青蛙 对青蛙的角色 甜甜圈 所以说这个迎宾茶点都是跟八个角色人物都是有点关联的 那除了赠送迎宾茶点他还会有赠送这个 桌面上你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一整组的信封 好就是三利欧设计的独特的像信封直明信片 像这个就是明信片 明信片有两款 就这两款就是信纸跟信封套 你看那个信封套这个也都很好看 对啊再就是背后的这个信纸啦 你看信纸上面八个角色全部都有 很可爱吧 这个就是他赠送迎宾茶点 那我们再往前看 因为伟宗这次来是有一个纪念日 所以说他们如果你有特殊的节庆要做纪念 比如说结婚啊 或是交往纪念日 或是说像七夕之类的 反正你有特殊的纪念日都可以跟小管家讲 那他们就会提早在你房间帮你布置好 那我跟他们讲说我们是结婚纪念日 所以他就帮你布置了这个 祝贺的小卡 这样庆祝结婚中年快乐 就是一个小贴心的服务啦 这个是不用加钱的 对 那其实看了也很开心 那我们再往前继续看 这真的很漂亮 这个材质真的很喜欢耶 这不愧是他南方店砸了三千多万 为了八个角色做了很多主题式套法 他包含连这个橱窗也做得很好 你看他这个都有做灯光凸显设计 真的很漂亮 那他还有这里做个小沙发 海军的舵手 在这里泡泡咖啡 吃吃小点是不是很适合啊 可以看到外面的港景的风景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不看得到 现在最夯的就是那LINE角色的气球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吗 应该是有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两个三个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就是带游泳圈的小企鹅 这全部都是现在高雄最夯的那个气球 烂气球的角色 都在上面 这个房间都看得到哟 高雄和来饭店最新的Hello Kitty 三立友主席是涛港 我们做的是海军风家电视房型 那这就是全景的样子 那让阿丁再带一次给你们看吧 好刚看完房型之后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那它有哪些那个迎冰的小茶物 这些里面的东西阿饮料 这个是我们买的这就不是 像这个比较特别要介绍的是这个 这个是露珠柴油的哦 Hello Kitty苹果汁 因为是四人房型它就会有四罐 这边的全部都是免费可以喝 它就是一个set这样子 茶包饼干啊 像这个也是特别设计的饼干 耳挂式咖啡 冲泡包 它也是这种Hello Kitty的设计包装 真的很不错 那它除了茶包啦 还有什么砂糖啊 奶精啊 这是代糖砂糖 它这个都有附 那再来就是像酒杯啊 若想喝红酒的 这边也有 那基本上就是这些 保险箱 好看完以上的影片啊 这就是我们 Hello Kitty海军风的房型的介绍 那虽然不是介绍的很完整 可是至少可以实际上 带大家来看一下 最新的高雄汉兰大饭店 数花了3000多万 所设计的Hello Kitty主席式套房 那它目前啊 8月1号是才正式那个试运运 还在试运运期间 其实都可以订 因为它分两阶段开放 那海军风这是第一阶段 Hello Kitty套房 家庭式其中一间开放式的 对 那我就先来开箱给大家看咯 那就以上就是 不专业的房型开箱 那喜欢的记得在我的右下角 帮我点个赞 并加入我们的伟宗生活雨虾频道哦 那喜欢的就帮我点下去 点下去 那今天介绍就到这样咯 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 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 至于什么病呢 请点选用上角的连结吧 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 别忘了订阅 美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 记得开启小铃铛 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会不低级上架新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搜寻FB加入粉丝团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